已有120万8000户家庭领取了最新一轮的社区发展理事会邻里购物券 占总符合条件家庭的95% 本地家庭在参与计划的邻里商家、小贩和超市使用的购物券总额 目前已经超过2亿5500万元 也就是总发放金额的42% 文化社区及青年部政务部长刘彦霖 在国会答复议员询问时透露 2024年的社里会邻里购物券发放至今短短一个月 被用于支付的花费已超过2亿5500万元 另外在127户本地家庭中约97.7%领取了去年发放的社里会邻里购物券 是目前为止领取比率最高的一轮 当中超过96%的购物券金额花费在小贩、邻里商店和超市 刘彦霖也说 2021年到2022年之间 共有9880户家庭把未使用的邻里购物券捐给了慈善机构 总额近119万元 而参与计划的慈善机构目前有327家